快捷汉语一加一 第二十二课 旅游 第一幅画 词汇 家 旅行社 打算 旅游 接待员 建议 森林 沙漠 山地 海边 对话 老李在哪儿? 他在一家旅行社里 老李去旅行社干什么? 他打算去旅游 老李跟旅行社的接待员说什么? 他问接待员去什么地方旅游最有意思? 接待员给了老李什么建议? 他建议老李去森林里旅游 第二幅画 词汇 旅行团 出发 旅行带 手包 导游 大家 对话 现在老李和他的妻子干什么呢? 他们跟旅行团一起出发去旅游 老李带着什么东西? 他身上背着旅行带 手里还提着食品 老李的妻子拿着什么东西? 他只拿着一个小手包 旅行团的导游对他们说什么? 导游说 请大家跟我来 第三幅画 词汇 编 傍晚 点火 彩 对话 现在老李他们来到了什么地方? 他们来到了森林边 老李他们是什么时候到的? 他们是傍晚时候到的 老李和妻子在那儿干什么呢? 他们在那儿点火做饭呢? 老李是傍晚时候到的 老李对妻子说什么? 他说 我去采点蘑菇 第四幅画 词汇 老李是傍晚舍晚舍 老李是和别人一起去采蘑菇的吗? 他是一个人去采蘑菇的 老李带着什么东西? 老李带着什么东西去采蘑菇? 他只带着一个篮子去采蘑菇 森林边上的蘑菇多吗? 不多 森林里边的蘑菇很多 老李到哪儿去采蘑菇了? 他越走越远 一直走到森林深处去了 第五幅画 词汇 对话 现在老李为什么坐在地上? 因为他迷路了 老李为什么会迷路? 因为森林深处没有路 他不知道方向 老李在想什么? 他想 我怎么忘了带手机和指南针?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现在已经是半夜了 老李听到什么动物在叫 他听到森林里有狼在叫 第六幅画 词汇 不见 不见 到处 寻找 深夜 对话 老李不见了 他的妻子在干什么? 他跟旅行团的人 一起到处寻找老李 老李 老李的妻子找到老李了吗? 他找到老李了 他是什么时候找到老李的? 他是在深夜找到老李的 看到妻子的时候 老李怎么样? 他激动地哭了 老李为什么哭了? 他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妻子了